什麼意思? 你說我說什麼嗎? 嗯 就是 什麼意思? 就是 有人在倡導說 不要相信新聞講的東西 但是像是 Instagram或Facebook上面 還是有很多很奇怪的價值觀 比如說 Instagram上面就會有一些 什麼 女生什麼的什麼的實踐室 可是那根本就是韓劇看太多 然後根本就不會發生 然後 可是其實真的在看了之後 可能只有國中國小生 但是就是因為他們是國中國小生 所以才會影響他們的價值觀 儒家事實上 影響了很多亞洲的國家 然後我覺得 導致 有好有壞啦 但是這導致 我們沒有那麼 強大的 好勝心 但是其實這樣會讓社會和諧一點 只是 嗯 只是如果有一個人 他的行為很誇張 那所有人就不會講話 然後可能也不會去支持他 孔子的教育讓每個人都變得很 那個那個儒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 嗯 所以 那個 家長、家人、老師 他們不在乎 睡想 其實 有可能也不是不在乎 只是他們也沒有辦法 就是 大家一直忽視啊 然後大家都覺得沒有辦法 所以就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 每個人相信新聞 嗯 但是 每個人相信學生 嗯 不一定是學生 但是他們覺得 他們 他們不相信你 其實他們會 預設你是學生 然後就覺得你講的東西沒有道理 你說不一定 嗯不一定 不一定為什麼 因為 可能是看 看環境吧 就像在台南 可能就真的沒有人會聽你的話 但是在台北就有可能 I said 有時候在 城大一樣的 他們不在乎 我看到了 真的嗎 我有 兩百張紙 嗯 兩村 一個為什麼 他們不在乎 那個 外國的 學生 嗯 很麻煩 城大 你不要 我給新聞 噢 新聞 新聞不在乎 我 不是外國人 他們有大陸的錢 國民黨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們也要不在乎 那個身邊 他就知道 我們也要不在乎 有個不在乎 他就知道 從何五个陽帶 聽到